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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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两个一球 你看没有 这个阿米加一核 这个阿米加一算一球完了 刚会就等阿米加了 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 假设看的是它的一个质量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个阿米加 这个实际上就是它的权重 是这个阿米加的权重 它的权重应该是什么 它这两个权重加在一起应该是它 就原来就像这个地方 就比如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分类 如果分类 总共什么n个数据 对吧 假设这个原来这个分了多少个 就是分了什么 假设分了什么 分了这个n1个 对吧 就是n0个就是这个东西 它分了 那就它的这个 这个阿米加是什么意思 就是n0除以n 就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就是说 我把它拆成两个 那就是这个n0 应该是分别都有 对吧 分别都有 对吧 那这边有一个这边的 对吧 那刀除以n 加在一起什么相等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意思你看这个 就是说 这个什么 这个u 这个u 这个u1和u2呢 它是什么 平均加在一起 就把这个阿米加看成是个均值 看成是一个权重 对吧 你看这地方就是 你看这边 两个同时乘上一个阿米加1 mu1 加成什么 阿米加2 mu2 3就等于u了 是吧 实际上是等于u了 对吧 因为这样一成的话 这个 这个跟这个底了嘛 这个跟这个底了 然后这个边是 阿米加1的u加成什么 阿米加2的u 不是等于u的吗 看到没有 就是说 这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 阿米加1加上什么 阿米加2等于什么 等于阿米加 第二个是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u是个什么 是个均匀 就是个什么 是个条件 是一个加权平均 那这个呢 实际上是什么 这个类似于这个事情 实际上就是 这保持什么意思 这个可以看的是零结局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一结局 然后第二个这个什么 是二结局 就是说我 我把一个东西插成两个 希望保持零结局 二结局和三结局 零结局 一结局 二结局不变 这个是一结局不变 这个是什么 零结局不变 然后这个呢 这个同样其实做一下子 是二结局不变 二结局不变 就是这个意思 那实际上 这边实际上 就是说我具体 我不是很很确信 对吧 但是实际上可能 是不是什么 就是说应该是这个sigma 减去 他减去的u什么 这个东西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sigma1 减去的u1 加上什么 这个 当然这有一个权重 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实际上就是个二结局 二结局不变 就是说把一个分成两个 我基于什么 我基于这样一个什么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 零结局不变 一结局不变 二结局不变 那这个可能这个分是最好的 对吧 因为这个是做什么 就是做这个什么 做高师 做高师的时候 比如做分类的时候 就是我真的是不知道 这个分类到底要分多少类 一般情况是说 我假设这个什么 这个分多少类我是知道的 对吧 现在假设我不知道的话 我可以什么 我可以先给少一点 对 我们现在就是假设只有三类 对吧 三类分完了 这个觉得分的不够 我把其中一个拿出来 拆成两个 就意思就把它变成什么 四类了 那你变成两个的时候 就是说你把一个变成两个的时候 你得给个初始值嘛 那两个的初始值是什么 对吧 那初始值怎么给 就这样给 就按照这个规矩 现在你就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你去算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那个就是那部分就基本就讲完了 就是刚才那个时间三就是告诉你一个技巧 对吧 就是一个技巧 那个技巧是非常有用 现在你可能还没觉得这个什么 没觉得这个好像用这个 因为我们最后就是做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基于什么 都是基于一个向量或者基于一个矩阵 就来做这种事情 那下面我就是我来补充就是讲几个基本的一个定义 就是这个一个是随机向量 对吧 假设这个X是个随机向量 X1到Xm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均值是怎么定义的 就是这个A色的均值是怎么定义的 它的均值假设是什么 就是这个μμ1 这个μm 那实际上它是什么 它就是这个什么 对每一个元素它去求7万 每一个元素去求7万 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它的方差矩阵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X 那它是怎么的 它是这个就是对每一个求方差 然后相互之间它是求什么 求斜方差 这个 这个是就是分别去求7万 就是这个7万我们知道就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单边量的话 对吧 如果这个z 假设这个z是个单边量的话 那它的7万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z 对吧 第一个什么 那就是可以两种对吧 就是我们说 不管是连续离散 我们都可以这样写 都可以这样写 那么如果是连续离散的话是求和 这个pr 这个什么 这个大z等于小z的 这个概率 如果是连续的话是什么 是积分z 这个有个fz 小z dz对吧 就是 这是一个积分 那这个是分别算 分别算实际上这个也是道理 对吧 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什么 它这个边界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1 对吧 它分别算 那这个实际上 按照这个定义是什么 这个分别 它这个是怎么做的 应该是什么 按照这个定义 假设我们这个是连续的 对吧 实际上就是x1 对吧 应该是什么 f的什么 x1到x什么 m对吧 应该是 按道理是对所有的这个d 对吧 d1到什么dm对吧 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说 那我们这个知道 就是说什么 这边都集掉了 对吧 因为是就是边界了 实际上就等什么 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 就可以写成什么 它的边界 对吧 对x1的什么 边界做 对吧 就就可以了 实际上对吧 因为这个后头都什么 都变成1了 变成1了 现在就明白这个东西 这个积分实际上是有点什么 这个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个现在明白这个dx1 dxm 实际上什么意思 就有点什么外积的意思 多层积分 就是我们搞了半天 对吧 这个是这个 那方差呢 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方差我们知道是什么 这个 一个 它的方差是什么 这个是单变量的 它的方差实际上就是 ray减去mu的 就减去它的这个什么 7万 对吧 或者就是 1ray 它的平方 然后这个d的这个f ray 这是它的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方差 那么这个斜方差实际上是什么 两个的斜方差 假设这个z和这个y 它的斜方差 它是 它是怎么定义的 它是这个 实际上是算这个 z和y的什么 7万 减去什么 减去这个y 可以这样子 对吧 实际上也可以这样子弄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说也可以是这样子z 减去什么 1z 然后乘上什么 应该是y减去什么 求它的这个 这个 然后在d 它们的联合 对吧 这个是这个 基本定义 这个精进我想 如果这个z是一个向量 然后这个x是个什么 是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向量 它具有均值 u 和方差 就是这个 a和x的这个 这个东西 它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 a的mu 然后 它的方差 就是这个 它就等于什么 它就等于这个a的这个 那么如果这个a是个矩阵 那么这 这个 这都是一些简单的结果 你直接写上去就行了 a的mu 这个 不多说了 分这个问题看 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 那么下面我们讲 讲几个特殊的那种 就是 多相 就是这个多元的 多元的分布 我们主要讲 讲 三到四个这种多元的 例子 就是现在讲几个例子 讲几个多元分布的例子 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什么 第一个是看这个什么 多相四 分布 第一个是看多相四分布 就是我们这个多相四分布 就是它是一个离散的 它是一个离散的 它是一个离散的 多相 就是多元分布 就是这个x 这个x是什么 它是一个离散的 x1 现在我们只有xk 假设这样 那么它 假设它有什么 多相四分布 为数 是k的 而且具有参数 这个θ 这个θ是什么 θ1 一直到θk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n 就是一个参数 一个是n 一个θ θ是一个项链 还有一个n 这个θ是在大于等于 小于等1 它加在一起 是小于1的 然后这个n 是等于1 从这样子 那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假设这个x 这个是个随机变量 然后是个多相分布 它的为数是k 就有参数θ和n 那么如果它的什么 如果它的这个 如果它的这个pmf 是这个东西 这个pmf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计为这个muk 这个xθn 那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这个n的阶层 这个i从1到k xi的阶层 然后这个是n 然后这个是n 减去i从1到k xi的阶层 然后是什么 i从1到k θi xi 1减去i减1 k θi n减去i从1到k x 就这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 一个随机一个离散的一个向量 这个是k维的随机限量 如果我们说它是个什么 是一个是一个 多相式分布 那么它的这个pdf如果是这个形式的话 pdf就是有个参数 一个是n一个θ对吧 这个θ 那实际上你看了就是这个定义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实际上隐含着有个xk加1 你看到没有对吧 隐含着有一个x加1 然后隐含着有个什么 θk加1对吧 这个xk加1是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 对吧 就是等于这个n减去什么 i从1到什么 xi 对吧 这个θk加1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1减去这个 对吧 对吧 所以说你就说有时候它会什么 就比如说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可以写成什么 就是如果什么 如果有一个离散的随机变量 是k加1为的 如果它有k为 那么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有个什么 θk加1 这也是可以的 加上一个就是一个θk加1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要加在i从1到k加1 要等于1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 这个变成x加1了 这个可以不写它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就写成什么 θ了什么 就这个也不用写它了 这个是什么k加1了 对吧 然后这个都不用管了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是等价了这个意思 就明白吧 就等价了 就是可以弄成个k加1 也可以只写个k 那么对吧 那k的话就是没有自由度了 没有自由度了 这个是一回事 就这个结论 因为就是你看文献的话 就是这两个是混用的 那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第一个 就是说它的均值 它的均值和它的弦方差 矩正 首先这个什么 这个1的xi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n的θi 这个 它的方差 xi的方差是等于 就是n的θi 1-θi 它的这个空 xi xg 是等于负的 nθi θg 这个 这个 这个结论 那下面有个基本的结果 结论 那么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边界 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x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把它的 x1到xm 这个前头拿 m个拿出来 这个m是要小于k的 这个m是要小于k的 那么它 那么它的分布就是边界分布 对吧 那它的分布是什么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多向式分布 那么这个多向式分布呢 它的这个 这个是m 然后这个 这个m 那关键线的这个θ 对吧 这个θ 它是θ的m 这个是n 这个应该是m-1 这个m-1 就是人家看这个 对吧 如果这个是加在一起是什么 加在一起等于1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等于m 如果加在一起是小于1的 因为这肯定是加去小于的 对吧 如果加去小于 这个是m-1 就是它自由度 自由度 也就是说这个x1加上xm 不等于n的 不等于n的 就是对吧 它剩下的那个东西是n 就是剩下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是它的边界 这个是它边界分布 那么它的条件分布 就是这个xm的条件分布 条件分布 那就是给定什么 给定其他的这个分布 给定其他的x i的这个分布 那它同样是什么 同样是这个多项式分布 那这个多项式分布是什么呢 就是我可以写出来 可以写出来 这个多项式分布 它这个什么 它这个s 这个是m 这个时候它是m 我看 这个是 它就是m次分 它就是m的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xm m 那它的参数是什么 那参数是θ1 i 从1到m θj 然后这个z 然后这个θm 这个j从1到m θj 然后它这个大小是n-s 这个s是什么呢 这个s是 j从m加1到nxj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说 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 对吧 这个结论 看这个 这个加这些是等于1的 加这些等于1 这个还是m-1 对吧 这个还是m-1 这个 这个还是m 这个不加这些等于 对吧 这个是m 这个写错了 这个是因为加这些等于1 它所以它有个自由度 但是这个什么 它这个大小变了 原来是加这些等于n 对吧 现在加这些等于什么 n-s 这个s是就剩下那些元素的什么 和 看没有 对吧 它它当然加起来就等于什么 剩下的元素 这个n-就他嘛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 这个条件分布的一个什么 非常值得什么 就值得注意的东西的时候 它这个参数 它的参数 不依赖于c 看没有 条件的参数 就是其他的 就是不c还有什么 cm加1到什么 到ck嘛 对吧 在这个里头没出现 它的条件 就是它那个条件 就是什么 在其他给定的情况上 条件 它不 它对这个θ没关系的 它的条件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s 就是在其他地方给定的时候 这个sm的什么分布 对吧 它的条件在哪 在这个地方 它跟那个其他的那个x之间的关系 只有在这个地方体现了 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对吧 没有的 就是这个参数是完全独立的 把参数什么重新规划了一下子 这个是比较这个 这个就是给 就是你们自己去做一下子 就是什么 就自己去做做个作业 就是证明一下这个 那你可以什么 就是可以用这个什么 就是用这个定理 就是用这个p1加上pk 就是这个二向式定理 这个n的阶层 x1 1的阶层 xk的阶层 p1 x1 等于pk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用那个r 就用那个多向式这个 多向式定理 这个随便去找本书去看看 就用多向式定理去证明这个东西 就证明一下这个定理 这个作为作业式去做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 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东西 对吧 当这个什么 当这个 当这个k等1的时候 这个是个什么 这就是二向式分布 对吧 当k等1的时候 这叫二向式分布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什么 多向式分布 就是二向式分布的什么 一个推广 对吧 一个多元推广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 我们现在考虑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n等1 这个n等1 就是说我们这个 这个东西一定要 要看明白 要搞清楚的 这个n 我们说是这个n是什么 这个n从1到一直 是等1等2 对吧 现在如果这个n等1的话 这个分布是什么 就当这个n等1的话 就是说这个 这个二向式分布 就是这个分布 这个是一定要搞明白 就是这个n等1的时候 我现在只取这个n等1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这所有的加在一起等什么 这个x1到xk 所有的加进去等什么 等1嘛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x1到x1和xk之间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元素 只有一个元素是1x元素 都是什么 都是0 对吧 就是这个是很重要 为什么 这个是多类分布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n等1的情况下 当这个k等1 那这个就是什么分布啊 博勒利分布 对吧 就博勒利分布 就说这个是什么 当n等1的时候 这个什么 这就是博勒利分布的一个什么 一个多元推广 因为我们说这个博勒利分布 是来做什么 做那个两类分类问题的 那就是这个什么 当n等1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做一个多类分类问题 就是说一个分类 一个东西属于哪一类 假设它允许是属于一类的 那它就是这个分布 对吧 就是这个分布 就是迪勒利克的分布 那就是说这个分布 就说什么 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θ对吧 这个θ对吧 这个θ是个参数 对吧 这个θ就是假设这个现在是什么 要θk加1 对吧 这个i从1到k加1 对吧 这个是等什么 等1的对吧 然后所谓的θ是什么 所谓的θ是在0和1之间 然后加起来等1 对吧 那么这个参数 如果我们说它这个参数 反过来就比如我们这个 刚才说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 高速货合体嘛 Amega i嘛 对吧 Wi什么 然后n的什么 x然后μi Sigma i 或者这个 Sigma i吧 这个东西 这个对吧 这个也是加起来等1的 对吧 这个东西也是加起来等1的 对吧 就是它也是 这个东西 那就如果就是说 我假设就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个θ 还看着是一个随机的 还是看着一个随机的 就是说我也给它一个什么 也许如果假设我也想把它给一个鲜艳的话 那这个应该给个什么分布 那就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迪雷克雷分布 就是这个迪雷克雷分布 那现在就是说一个连续的随机相量 这个x 这个现在我对吧 管它 x1到xk 那么如果它有一个delay克雷分布 为数k的 具有参数 这个α 这个α是α1 到αk加1 这个αi是大于0的 那么如果它的这个什么pdf 我们就计为这个dir 然后这个xr 这个r是个参数对吧 那就是它的这个dir的xr 那它是怎么写的呢 它是这个什么 这个i从1到k加1 γααi 然后γ的什么 这个i从1到k加1αi 这个x1α1-1 就是xk 就是xk 然后这个ααk-1 然后1减去i从1到k xr 然后α的k加1-1 这就是它的这个分布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又意味着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xr是要大于0的 小于1的 加在一起呢 是要小于1的 i从1到k i从1到k 就是说如果随机向量 这个x 就是它是k维的 如果它是k维的 这个迪雷克雷分布 参数 这个α 这个参数呢 任何一个都是大于0就可以了 那么它pdf是这个东西 pdf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跟刚才那个东西是类似的 对吧 实际上就是什么 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这地方还有个什么 一个是k加1对吧 对吧 那么这时候就无非就是 这个它加1等什么 等1了对吧 就是一个样的 就说是吧 有时候就是什么 有时候就把这个自由度放进去 有时候把自由度给丢掉 丢掉自由度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 就可以跟那个1为了 是可以等价 对吧 如果当这个k等1的时候 对吧 如果现在没有这个地方的话 对吧 没有这个的话 当k等1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什么分布 β分布 对吧 就是类似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你β分布实际上 你可以看到有两个嘛 对吧 因为β分布在0和1之间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另外一个可以看到 就是什么2对吧 它们两个加在等于1 就是这个是可以混用的 就是说 如果你那样是 多箱式可以那样写 那你这个什么 也可以这样写 对吧 就是什么consistent 就是一致性 如果你那个x刚才说什么 就是要加起来什么等于n 或者什么什么 你可以这样子弄 这个是一回事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刚才说了 当k等1的时候 这个就是β分布 这k等1的时候 这就是β分布 那我们看看它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结论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均值 我们看它的均值 它的均值是什么什么呢 它这这个 这个αi 这个j从1到k加1αj 均值是这个东西 那么它方差呢 是这个 那我们也看看 就是说看看这个这个 第一个我看看这个边界 这个这里头是对这个α 没有任何要求的 对吧 所以这个α不一定说 要加起来干什么 对吧 就是这个α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α要搞什么 k加1个看没有 因为实际上就是隐含着 就是那个什么 隐含着是要k加1个的 对吧 无非要是什么 它们加在一起要什么 多了一个自由度就是意思 但是这个参数因为没有的 所以这个参数一定要搞 k加1个 就是说这个地方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参数没有说 但是刚才那个地方 那个参数有个什么 参数本身还有个什么 有个约束对吧 参数本身有个约束 这个参数本身就没约束 就是这个区别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 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magic分布 就是说这个同样 这个xm 这个是什么 就是x1到什么 xm的 这个m是要小于k的 那这个这个东西它是什么 它也是一个什么 这个同样 这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一个迪雷克 是迪雷克雷分布 也是个迪雷克雷分布 就是说这个 它的这个dir是怎么写的 这个sm 它就是什么 它的参数就是这个α1 αm 就把它拿在一起 然后 最后有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参数是什么 这个j从1到m加1 k加1 αj 因为它的参数总是有什么 有它是m对吧 所以它的参数有m加1个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前途这个m就是 就是什么 直接把你那个拿过来 对应过来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就把所有的后头 剩下的所有的加在一起 就当作是最后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它的边界 边界分布 那么条件分布 那么这个条件分布呢 它是就是说 我们 条件分布呢 它是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是来做这样一个 先做一个变换 给定这个sm加1到xk 那么我们是考虑什么的条件分布 是考虑这个 定一个新的一个y 这个i 这个i 这个i等于什么呢 是xi 1减去 j 从m加1 k xj 就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 这个yi的条件分布 现在不是说是 这个xsm 是它的条件分布 是给定它的情况下 它的条件分布 那么它的条件分布是什么 同样是什么 迪雷克雷 同样是迪雷克雷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什么 这个dir 就是什么 就是这边 这个是y1 一直到什么ym 那它的参数是什么 参数就是说 就是α1 αm 然后把最后一个拿出来 这个这个就这个就比较对吧 比较 比较 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就是参数 参数就是说就是把最后一个拿出来 凑成一起 因为是m个嘛 所以它的参数必须有什么 m加1嘛 对吧 就把最后拿出来 这个是什么 就把后头剩下都加在一起 但这个是基于这个分布 是求它的 它的联合分布 它的联合就是它的这个条件分布 它的条件就是这个y 现在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这个 在这地方已经有条件的意思 对吧 定义这个y的时候 就有这个 剩下这个给定的这个条件 这个意思 那它这也是什么 也是个delake的分布 这个分布就是说 我刚才那边 我可以再多说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 假设我们来做这样一个变换 就是这个x对吧 这个x是 这个我们这个x是1到xk的 就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做一个z 这个z 这个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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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z1是这个x1加上什么x的i1 也就是把这个k分成t份 每一份相加得出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把第二份相加 这个x1加1 一直加上什么x的i2 然后最后有什么zt 就是x的t解1加1 一直加上什么 加上xk 就这个意思 就按照同一个训续 就这样切切切 然后每一块加在一起 那同样的就说 那这个时候就说我同样可以定义什么 就对于这边 它可以定义什么 一个beta 叫betai1 然后beta2 就这样betat 就同样对应来做这个事情 那最后一个是因为这个什么 这个是变成t的对吧 变成一个t的一个分布的对吧 t的这样一个东西的对吧 那么这个是t维的 t维的话 那么如果那样的话 它有个什么 t加1的 这个betat加1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alpha k加1 k加1 就前头都是什么 因为对应的它是t的 把对应的这个alpha 这个alpha1 一直到alpha k 对应的做一样的切 切完了 最后一个betat加1 就等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结论就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z 这个z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delay克里分布 它的参数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beta 就是我这个beta 就是什么beta1 一直到什么 beta加1的 就这样一个delay克里分布 这个结论 实际上就是说 刚才我们做这个时候 做这个 做这个时候 做这个 做这个时候 这个结论是同样有的 就如果同样就是 把这个 把那个什么 把那个x 就看得是这个x 看得是这个x的话 同样那个 做一个猜 完了之后就得出一个什么 得出一个z 对吧 如果把那个里头的r 当成这个θ 当成这个θ 然后做完了之后 那同样也满足这个性质 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时候 这个z满足什么 埋在多项式分布 参数就按照量定义了 就放在这个栏 这个结论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 我们给一个作业 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就是说现在 给一个作业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 给一个作业 就是说这个x 这个x是什么 θ 对吧 就是这个x是个什么 是个多项式分布 这个θ 对吧 这个是k的 对吧 这个θ也是k为的 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就给个θ 把这个θ 这个θ是什么 给个deteclate的 然后比如这个有个alpha 对吧 这个有个alpha 现在我要让你做的事情 就是要计算一下 就是这个什么 在这个什么 在x给定的时候 θ的这个分布是什么 就计算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当θ给定的时候 θ是个什么 θ是θ1一直到什么 θk 所有的是大于0小1 加这起是小1的 那么这个x呢 这个x对于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个x加的是n 对吧 这个x这个θ这个n 对吧 这个n是给定的 给定一个θ 然后这个x是满足个多项式分布 就这个东西 然后我现在讲的这个θ同样 是个什么 随机变量 这个θ给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迪雷克雷 这个alpha 这个alpha1倒一是alphak加1 现在我要算的是 在x给定的情况下 θ的分布 也是后院 对吧 就算这个不是t2 就算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做这个解决 可以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吧 这个是什么 这种情节目的 就算下 Danish 新闻的 这种情节目的 有学生 这种情节目的